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忧防射行,我是老郭 大家好,我是翟晨 我们今天又要旅行 我们要离开加州北部的Red Bluff 然后要到加州的收府 Sacramento,萨克拉门托去 萨克拉门托有很多早期的华人移民 尤其是广东和台湾那边移民 翻成加沙缅度 然后大陆的人主要是叫萨克拉门托 我从网上看他们自己称叫三个馒头 我觉得记住三个馒头以后这个名字就不会错了 它是典型的在加州的中部了 我们今天的路线其实很平,很好走 整个是在加州中部的中央山谷里面 这个中央山谷其实加州非常的大 大概从南到北似乎是有700多公里 然后宽度大概在100公里左右 就是有点像多伦多了 比多伦多宽大多了应该是 整个的这一个 对 而且它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雨水非常好 尤其是北部的这个中央山谷 所以整个的中央山谷这一带是加州的农业区 很多的植物我们都不认识 不像我们的也就是葡萄啊苹果啊这些 好多可能是olive啊就是橄榄 对这些好像是有一些是橄榄 做有的因为我看到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的 对或者加州很多什么什么大杏仁啊 还有那个大橙子呀是吧 但是季节不一定了 加州苹果也很出名啊 那个加州的橙子尤其是 那对啊 我们加拿大的现代的各种超市里面 基本上都是加州的橙子 说是大杏仁在全世界加州也是那个最大的产地 对这个路上一边走呢 好像还有一些牧区 农业以外在放放牧 也是因为土地太肥沃了 这个土地因为整个是萨克尔门托河流经的地方 它等于是一个沖流的冲击平原 所以土地非常的肥沃 远处也能看到山啊 对它从右边就是海岸山脉 左边也是另外的一个大山脉 叫Sierra山脉 整个的这一路就是比较平了 豆豆坐在车上休息也不太好 后面全给他了 我们走的时候 带豆豆上来 豆豆就在我们的后面那一排 把座位抬起来以后 他就躺在那睡觉 对 但似乎他也旅行的过程中 他也睡的不是太好 年龄大了 其实用不了多久 大概两个多小时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加州的首府 叫做萨克尔门托 这个萨克尔门托呢 实际上是 的名字的来历是由于 萨克尔门托河 这个名字整个就都是一个西班牙语 因为以前这一带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地方嘛 就是西班牙语教的 像三藩以前出差都去过 像萨克尔门托以前还真没来过 这正好呢 朋友他们是从硅谷 退休了以后吧 就把房子卖了 就在这儿定居了 他邀请我们过来的 我们就特地走了这条路 顺便看看 本来是原来没有计划到这儿 这临时加了个计划 特别来看一下 看看朋友也 据说萨克尔门托市中心非常的漂亮 因为毕竟是一个州府 我大致查了一下 整个的这个城市有50多万人 50多万人就已经很大的城市了 这个桥是黄颜色的桥 对 这就是萨克尔门托最有名的 一个地标性的东西 就是萨克尔门托河的 Tower Bridge 塔桥 塔桥 黄色的 就是跨过这个萨克尔门托河的 它现在被漆成了金色 金色的桥 它为什么漆成金色呢 据说是以前是其他的颜色 后来这个萨克尔门托的人投票 说这个颜色要漆成什么 他们都同意漆成金色 是因为整个萨克尔门托 这个城市的建立 就与陶京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正在陶京巢的时候 这个地方作为加州陶京巢人过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站地 怪不得 就是从全世界各地想来这陶京的人 首先通过各种途径就到达这个地方 这个桥也是跟陶京的一个连接 对 因为人们到达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公司就商业 形成了一个城市 各种物业就起来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城市 挺漂亮的 你看这花儿 毕竟是首府嘛 嗯 尤其他这条路直接通下去的话 正好对着的就是他的州议会大厦 就是这样 现在这远处那个白的 对 州的议会大厦 那这条路应该是主路 应该是 那个州的议会大厦非常像美国的国会大厦 也是继承了完全的白色的上面有那个弓形的穹顶 就是小一些可能 对 就是小一些 对 有点像 我们都去看过那个 如果今天我们是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应该到这个州议会大厦里面参观一下 他是免费可以参观的 嗯 好像一路上到哪个州府都有人游行 建筑的确很精致 嗯 我大致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华人人口好像是两万左右 嗯 这样的话也不算少了 但是和很多华人聚集的就是加州的其他的城市比的话 三番洛杉矶 嗯 还是少一些 对 但是我朋友说这儿人还有华人合唱团呢 嗯 华人超市什么的 也还算挺方便 这个议会大厦旁边呢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园 呃 这个公园据说很大 占地有40英亩 叫周 叫做周府公园嗯 这个公园里面呢 呃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南北战争纪念园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他是像背着围起来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建筑的东西 对 里面有很多的雕塑 就是来描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些情况 这是最有名的是这个里边呢 有很多的树 嗯 都是从当年南北战争的一些重要的战场 在那个地方 一直过来的 哦 种在这儿 种在这个上面 但是我们对树也没有那么多的研究 肯定都有牌子 对 没有仔细的去看它了 对 你看有一些很精致的一些雕塑 嗯 其实整个的这个附近呢 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也可以去参观 整个的在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 当然这紧接着也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garden 叫做世界和平玫瑰花园 嗯 嗯 开始我听这个名的时候 我以为应该是非常大一篇garden啊 后来到这一看呢 相对这个名字来说不是很大 但是呢 嗯 还是挺漂亮的 那个 而且我发现 好多男士还挺爱花 我在这拍的时候吧 就有一个男士主动过来告诉我是 哪一个是名贵的花种啊 哪一种是什么 他告诉那个牌子 他说有一些是本来是黑色的 但开放出来就是红色什么什么 都是很名贵的 嗯 我也学到了一些关于花的知识 这确实是挺漂亮的 有一个男士吧 他就一直坐在那个凳子上 嗯 因为我拍嘛也我想问问他建议不建议 他说不建议你就拍吧 他也没走他不愿意走在那读书 我就这样就拍过来了 我说是这个San Cremantle的治安不是太好是吧 对好像我们离开 呃没几天好像还曾经发生那个枪击事件 嗯 的附近 是的 不过整个的这个附近因为有很多的酒吧呀 什么之类的 对 除了这种棕榈树有很多的梧桐树 这是很有名他这个地方打的梧桐树 对就特别像南方那种海南那种感觉 整个的这个地方的气候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 基本上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 特征就是潮湿温和的冬天和干燥炎热的夏天 离海远吧这 对离海相对远一点 他说雨季呢基本上是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左右 我说温哥华怎么都有点像了 对反正就是总的来说离太平洋还不算太远嘛 但是极少降雪基本上不会下雪 嗯 我们参观完了以后就来他这个河边 萨关门头河边有一个老的城的呃 遗址的地方 这个老城呢现在变成一个呃 州的公园 历史遗址公园嗯 有一些老的建筑呃 你从这些建筑可以体会到上个世纪在这一代的风情 是淘金的时候的吗 从淘金以后建立的啊多少年建立的老的呃 呃其实这都是后来的一些建筑了 现在还在营业 现在还在营业 比如他当时的商店现在也还是也也还在营业 嗯那现在有一些酒吧有一些饭馆 他就在河边边那看到那个对你就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金色的塔桥 嗯 现在这个老城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名胜了嗯 里面有很多的商店也还在开有一些呃 下次节目再见